行政院打算推出五倍振兴券 最快九月上路 希望借此刺激经济 不过现在有发现声浪高涨 记者韦佳琪带您分析 为了振兴台湾国内的经济 现在行政院打算要来推出五倍券 也就是复制上一次成功的三倍券经验 现在要推出更厉害更大的五倍券 但是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根据网络温度计做出的最新调查发现 民众在网络上讨论就五倍券最多的东西 第一名竟然就是 为什么不直接来普发现金 而且这样的声量还来到了44,929 那么再来就是讨论 如果真的要发纸本的话 那么这个硬质成本到底要浪费多少钱 以及这个使用上到底是会不会很复杂很麻烦 反而你还要用很多的方法 才能够实际的体验到这样子的效果 最后当然就是会不会突立特定厂商了 而其实这样子的讨论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的声音 当然第一名的当然就是现金这个部分了 很多人都想问为什么不直接发现金呢 因为其他国家也有这样子的例子 那为什么我们是拿券呢 再来但您看到的就是消费这个部分 它可以用在哪一些部分 哪些商家可以用 而且要怎么运用也是民众关心的焦点 以及会不会浪费 像是印制成本 或者是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用 会不会因此造成了一些浪费 那么政府的态度又是什么 以及人民的接受度好不好 现在都是网友热烈讨论的议题 多国深受Delta病毒冲击 台湾也严格实施边境管制 有医院高层评估 疫情恐怕在一到两月反扑 而且医师也提出了防疫建议 再请佳琪带我们了解 Delta病毒现在来势汹汹 各国当然都很担心 尤其是台湾呢 最近好不容易已经稍微控制住疫情了 当然得守住这最后的防线 不让Delta病毒侵袭 但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现在要来避免这样子的Delta变异株呢 当然在台湾的边境更要严格的来管制 而且希望呢 不要有什么本土疫情来发生 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传出呢 北市涟漪高层呢 他们自己也会评估就未来疫情的发展 他们预估在一两个月以后 可能这个Delta呢 高峰会是万华地区经验的1.5倍 最见得呢 其实真的是相当惊人 那么医师江冠宇就说了 Delta病毒具有高权源力 当然不能大意 再来就是二剂疫苗呢 现在也只能避重症 不代表你一定不会雷确诊哦 而且疫苗的供货 现在国际上都在抢 接下来大家都拿不到货 尤其有些国家还打算打第三剂 那当然相对的会压缩到其他国家 拿到疫苗的空间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他说 应该要守住边境防疫 不要受任何的压力所影响 再来就是检讨社区的建筑 通风是最重要的 就能够避免病毒滋生 再来防止家庭感染 要备好家庭隔离的量能 最后就是要为第三剂来预想 也就是不要分场牌 可以来做混打 也许就能够避免 DELTA病毒侵扰台湾 鉴于多国都有解禁后 疫情又复发的经验 专家就喊话 不能够放松个人的防疫行为 最新的消息再请佳琪 带我们来了解 台湾疫情控制得当 现在已经降到了二级警戒 不过医师就提醒了 个人的防疫还是得特别注意 不可以来忽略 我们现在也来看看 这几天其实在台湾的 本土确诊案例 其实大概都徘徊在两位数之间 跟之前比起来 其实可以说是相对的 稳定了不少 也因此现在降级了之后 很多人就想要知道说 蔚雷有没有可能再降 也许降到一级呢 我们之前也来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说了 8月10号起到8月23号 目前是维持二级警戒的状态 但是我们就先带你来看到 是医师就做出了提醒了 很多国家也做出了降级 但是呢 他们因为个人防疫没有做好 导致了很多起的 确诊案例产生 像是在美国麻州 有六成的民众已经完成了接种 但是7月1号 一旦开放了海边活动之后 没想到民众就往海边去了 而且确诊数就大增了 他说适度双绑呢 但是还是要维持个人的防疫 民众自主的健康管理 当然是不能少了 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台大的医师黄利明 他就这样分析了 如果这个疫情没有扩散 可以考虑再降级 免得还没有病死 就已经先饿死了 这个对经济活动冲击 真的是相当大 再来就是防疫警戒 措施可以松 可以紧 也就是呢 要学习跟病毒共存 民众自己的自我防疫 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也许呢 可以不需要靠政府的力量 大家也可以把防疫的第一线给收好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